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几天在韩国引起热议的三个事件 第一,我是确诊者 1月23号,根据韩国副川市表示 外国国籍的居民A某 在月初因为家里的地暖故障而申请了维修 但是几天后的早上 A某接到了新冠肺炎阳性通知 接到通知后的A某 正在等待进入生活治疗中心的时候 A某申请的地暖维修员访问了A某的家 但是A某并没有告知维修员自己确诊的事情 就直接开门让他进来修理地暖了 等维修员修理完地暖后 A某才告知自己是确诊者 所以应该要去检查看看 维修员马上就去接受了检查 还好结果是阴性 但是因为有跟确诊者密切接触 所以需要进行两周的居家隔离 维修员对媒体表示 因为职业的特殊情况 一年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冬天 而现在因为要居家隔离14天 所以打击真的非常大 而A某却对媒体表示 当时突然什么想法都没有就去开门了 是做错了 A某目前正在生活治疗中心治疗中 等治疗结束后 会调查是否有故意性 再决定是否提高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为什么还要调查是否有故意性 不应该马上惩罚吗 感染新肝病毒的话谁都不能见呢 竟然还让人进家里 本人确诊的话跟谁都不能接触 这是犯罪行为 跟犯罪是一样的 希望能严厉处罚 一个人的自私行为 真的给了一个家庭 以及在最前线辛苦的医疗人员 造成很大的困扰了 第二 触法少年 大家还记得之前提过的触法少年吗 就是在韩国 10岁以上未满14岁的人 被归类为触法少年 而触法少年不管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也不能给他刑事处罚 最多就是接受保护处分 前几天在韩国网路上 有两支影片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首先是一位中学生 在地铁对一位老奶奶说脏话 然后累脖子将奶奶搬倒在地上的影片 而第二个影片是 一位老爷爷看到中学生坐在地铁博外坐 就向前说了一些话 结果这位中学生就推了一下老爷爷后说 老人家我不是故意的 后就坐在对面的博外坐了 然后负责拍摄的中学生就对着老爷爷说了 喝酒了就滚回家睡觉吧 在这里最引起网友们公愤的地方是 这两个影片都是这些中学生 为了好玩而拍摄后上传到网路上的 后来因为这位奶奶家人的报警 警察也在调查后表示 因为他们是未满14岁的触法少年 所以不能刑事立案 直接会送到法院的少年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废除触法少年 连父母也都要处罚 地铁不外坐 以后就让位给13岁以下的混混们吧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他们走 反正他们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事 千万不要原谅他们 原谅了等以后长大会变成更大的犯罪者 真的觉得时代变了 法律也要按照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变 不过大家觉得 10岁以上未满14岁的触法少年法 要怎么改的话会比较实际呢 第三 1月23号 韩国艺人金赛龙正在进行电视购物直播的时候 对着镜头说了 可可下一个设计打结束了吗 现在重要的不是那个 这句话引起了部分网友们的不满 因为在金赛龙的电视购物直播的那个时间 最初爆料抢音事件整个过程的SBS可可下一个设计打节目 正在播放抢音事件的后续片 所以金赛龙的这个发言 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现在全国国民都因为抢音伤心 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节目说出这种话呢 真是没有脑袋 干嘛要说不需要说的话 因为你所以决定退货了 最可笑的是那些说要退货的人 为了看电视购物都没有再看可可下一个设计打的人 现在却在装自己是正义使者一样 用这个来引起正义的人 真心的劝你们去接受医院治疗 精神跟心理应该病得很严重 金赛龙又没有说抢音什么 只是说了自己的节目比较重要而已 需要这么道歉吗 对在节目结束后 金赛龙马上上传了道歉文 但是因为正义还是没有平息 第二天 电视购物台的代表也声明道歉并表示 会废出金赛龙出演的这个节目 先不说金赛龙的发言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情能引起这么大正义的最大祸首 就是部分垃圾记者们 金赛龙在节目中明明说的是 但是记者们却偏偏要把标题写成 所以对于金赛龙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还有两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今天早上十点 首尔一个公寓的管理员 发现了韩国住民rapper Iron 流血跌倒在花坛上的样子后报了警 虽然有紧急送医急救 但是还是不幸身亡 然后韩国女演员崇佑正的所属公司 今天也发出声明表示 演员崇佑正在2020年1月23号 离开了这个世界 结果它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